记得我们最后一辆的钱吗 什么价值呢 140亿万 冒险从巴拿马通运假钞回国 A级假钞极可乱真 只有一个方法能辨认真伪 他们用的印度油墨烧起来会变成红色 你们看 而真的美金 是变黑 电影中真假美钞难辨 常常有犯罪集团铤而走险 没想到就在台湾 也出现让银行行员和验钞机 都没发现的假美钞 集团趁着过年前换钞以假乱真 分了五次都来到这间赵凤银行 以假美钞换取真台币 银行一够被骗走了8000多万 过年期间银行都没有上班 直到过年后上班的第一天 才有行员报案 假美钞相当逼真 不但骗过分行的印钞机 还骗过行员 直到这大批假美钞进入总行验钞机 才发现这起诈骗案 真假美钞放在一起比一比 真钞右下方100字样 会随转动油绿变黑 假钞则一概维持绿色 不会变化 真钞只值粗糙 未钞较光滑 台北地监处二月底 火速逮捕八男一女榨七分 救人全部生涯获准 真钞比较香 未钞比较臭 检警还发现集团主席潘良南 十年前就是未钞老手 当时手法就是拿假美钞 到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存款 再领出台币 作案至少四次得收百万 直到资深行员闻出未钞 才让他被逮 直十年后又再度办案 规模和金额都加大 检警办案陷入胶着 是否还有共犯这一套 甚至这些钱流入了哪里 都是未来追查重点 这两周是夜莹台北报道